我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張宏發他以前發的時候是從海上發 那海到鹿這個中間裡面有一種生物叫做螃蟹 那台灣人對你請客人的時候 或者是像布袋港他們要做月子 他要用什麼 用紅瓶 太好吃了 你如果用吉他的瓶 菜瓶 那就訊了 對 所以這個紅瓶一定要出來 那手錶呢 露雷 紅瓶 紅瓶 你白瓶嘛 雖然長什麼樣子我也想不起來 對 但是張宏發當時沒想到 他在的時候是端上旁 橫行霸道的螃蟹來橫著走 橫著走代表速度跟人家不一樣嘛 人家是前進後退 螃蟹是橫著走嘛 我記得齊白石當年很討厭政府 他就畫了幾隻螃蟹說 看你橫行到幾隻 這是藝術家的反反 藝術家 對 那紅瓶是煮熟的 所以端上了桌上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要讓他活著 他不應該是紅色 知道嗎 他應該在屋頂上 在他快要往生之前把它換成綠色 變瓦瓶嘛 你紅瓶是已經被煮熟了 您說他叫烏瓦就要換成青瓦 青瓦 青瓦 因為本來的紅瓶是火的時候是青瓶的嘛 所以這個在風水上 顏色上 那麼也有一個歷史的定數 就是說你就紅瓶嘛 你就已經是端上桌 那只能吃一次嘛 如果你要好幾袋 你可能把它切成青瓶 變成那個跟那個火的那個蟳 那個顏色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他忘記 眼睛是亮是亮 但是還沒有復活 就跟耶穌一樣 他要等復活 所以會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爸爸過去的那個盤上的 把它換成火的 就是把它變成青瓶啦 好